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天安斯基提供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正視收看 福氣樂的那種一群阿Q妹 看到阿Q妹的那種一群 又要同太家來分享好色的東西 也好 也好 也好十件 親對色的東西 當然就有一種果子 還有一種果子 在上到當地人下 自己是當中 批起來就本來有一種 幸福的感覺 太家有想到 那也會有果子嗎 想一下 3 2 1 好 公布解答 就是赤婆威 我覺得太家主題 赤婆威在全台灣 一定有名的身體 就在苗栗胎腐 雖然也有非常多 牢養的農民 在那種赤婆威 赤婆威和品種 要進來進來進去 不過大家也有 七家的體積 各位節目當中 要來跟太家來分享 對太夫來的赤婆威 小小小來分享 田南過眼的佩玉分享 大家好 我來自家苗栗大火 我叫李佩玉 大家好 楓洋佩玉在節目當中 雷同太家分享 贊婆威 不過 看佩玉 今天在節目當中 我來同太家分享 以前的現象 我先同太家分享一下 其實佩玉基本 但不是在台灣生發 是在國外生發 對 對 你的國外差不多生發 幾幾個時間 十一年 喔 阿嬌 對 古書的國外生發 十一年 不過下午幾天 我會轉到 沒有來中赤婆威 那是動態的變化呢 對 對 因為婦家的先生 都婦家的 都在 胎流做陶瓷的 那因為我也是 生養的問題 所以才回到台灣 這樣子 對 古書 看到生養的 還有其他的原因 對 天鑽都沒有 這類中赤婆的 主要是看到 那個先生那邊的外公 他也在種草苗 他們也是種了 三四十年這樣子 那在種植的時候 就是很多 就是因為育苗的問題 那大虎曾經有一段時間 是因為育苗出了問題之後 甚至苗 育出來之後被 就是被偷竊這樣子 對 所以有這些問題 那我就看到阿公 他就是育苗也很辛苦 然後種的時候 一直種一直死 那我就跟我先生說 因為我們以前在 上班的時候是處理管理的 工廠管理的 那我就想說 用這一塊的方式 來幫大家解決問題 因為至少年輕人 回來做這一塊的話 那育苗 我們可以用比較一些 科學的方式去做這樣子 所以我們才 激進來這樣回來 古書 其實像 沒有你以前的地方 就算那個像是草莓 一個這麼受歡迎的水果 都沒有你 整個你做的農民 其實還是主要都是長輩 對 平均年齡大概在六十五歲以上 像我阿公今年快九十歲 他還在種草莓 古書 現在農業的年紀 那麼大 對 所以我們也想說 趁著我們年輕回來 然後也可以幫助一下 我們那邊的農民 解決一些育苗的問題 因為你有好的苗 健康的苗 你才能種植好的草莓 古書 還有特別去研究 有恩養的育苗就做的 對 每次都做紀錄 從紀錄開始做 從育苗開始學 如果有參加行政院 百大的那個 就是參選這樣子 所以我們有入圍之後 有一個輔導老師 在專門輔導我們 這樣子 等於說從源頭開始 七甲九祖地下祖把關 可以自己做管理就對了 因為以前做給原料 陶瓷原料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原材料是最重要 所以我們就從育苗開始學 然後學之後才來種草莓這樣子 哇 古書 剛才說到 他吃婆的 他可能是沒有從太高的 分證到他品種 快到他快到的 很多不一樣的品種 他可能是親如明的 在苗莉胎福就是風香了 對 就是真的是 一聞到你就是會知道 這個就是苗莉大湖的草莓的味道 就跟其他的吃婆的味道不香 不過他會有其他的品種 慢慢的出來 所以 最開始的是風香他的 他為什麼叫風香 就是他香氣真的是 全世界來講 他是最最棒的 真的 其實 對 他跟他一起吃 沒什麼香氣 沒辦法感受那個香氣 他整個那個 十三年一落後就 好香喔 整個就那個風香的味道 故事 他就那個 這個佩育節 期待下去的 你們家的風香草莓 這個風香草莓 其實尺寸有點大顆 他算是一果了 嗯 一果的意思是 就是他算是最大的 有一個特 一二三四號這樣子 好好吃 太幸福了 你真言懂 他就是有一些酸度 對 香氣都煮這樣子 而且他的果肉是比較 細緻的 軟綿綿的 它裡面的肉質是一點偏白的 對 然後比較綿細一點這樣子 好好吃喔 當年青去胎 就是草莓季 每年就是一定要吃到草莓 以前你都可以 只要進到胎腐 你聞到的都是這些草莓味道的 原因就在這邊 好香好好吃 而且我記得有一兩年 蜂香因為它的品種的關係 它好像有一點 長得不是那麼的好 然後那一段時間 草莓好貴 然後我都買不下去 人家吃到 就是都吃不到 蜂香這個味道 像那一年是因為有遇到寒海 剛好我進來之後 就是進來種草莓的 第一年我就碰到寒海 那就是下雪 那所有的草莓都是覆蓋在那個 那不就全部完蛋 有一部分就是比較高山的 那大概像南部一點這樣 只是說它會停滯生長 所以那一年的產量就會下降這樣子 這個是蜂香 不過它那個有木香的品種 什麼的另外一種 這個是比較大顆的 對 它的果實 它屬於歐式 歐式的草莓 它好像也比較堅固一點 它比較硬 對 硬度比較低 所以它很適合就是加工 或是做蛋糕 這樣子 可是它比較不會帶一點酸 對 它的甜度來講就是大家比較 小朋友就覺得一口感覺 對 就是很香甜的味道 對 你吃起來就覺得好像很紮實 然後會覺得說 那種感覺就是跟蜂香 是完全是不一樣 不一樣不一樣 對 所以是有這種不一樣的特色 所以我們目前來講 在就是在胎腐癌 公癌 它算是現在種植面積也滿大的 因為需求量是滿大的 對 因為最重要的 有時候你做甜點 如果你用了蜂香 它太容易出水了 對 又太脆弱了 對 我們可以把它區分起來 就是蜂香它屬於鮮食類 就是你去採摘 現吃 可能在一週內 你就必須要把它吃掉 那以香水來講 你可能可以放到十幾天 對 而且甚至冷藏起來 它的風味會改變 因為像很多人做蛋糕 要把草莓放進去 那個蜂香就會整個塌掉 對 以前懂東西你就用蜂香 那現在大家都有這個香水之後 就用香水 那因為香水來講 我在種植的方面來講 我們是可能以前的甜度沒有滿高 那現在我們就是慢慢做 研究之後 他家庭農民大概已經有一點的公式 就是這個草莓香水好吃 就是要把它甜度拉高 那現在來講 家庭甜度一般來講 現在已經有到十二度到十四度 已經算很甜了 而且祈祈的好處就是祈動胎 對 所以吃起來感覺就很快感 對 很滿足的感覺 剛好在年節 所以祈祢就可以到很大這樣子 就可以達到送禮的這一塊 所以不同的草莓都有 有種的用途很粗的 對 對 對 不過有男的 放進去那個 芒熟的草莓 用帶來的那種 含芒熟的草莓 因為現在全世界也滿流行的 就是它是白草莓 那是屬於日系穿過來 這好像韓國也有對不對 日本 韓國都好 好像全世界都有夯這一個白草莓 為什麼白草莓會很夯 其實我還是沒有辦法很理解 它是屬於原始草莓 下去交配的一個草莓 所以它反而是更 更原始的草莓品種 對 對 因為以前的原始草莓 才有這種白色系列 以前都沒有 那它是交配到這樣子的 好奇妙喔 對 所以它嚇到口感 挺著重 要那個綿綿的感覺 其中的差不多這樣 如果它有一點牆牆有沒有 它就是有一點吃起來 就是這樣脆脆的 所以它的時期吃也不一樣 那它跟前面兩個 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對 所以白草莓也有在種 有 對 現在我們有一些比較年輕人 會去多一些品種來種 不一樣的品種 就有不一樣的課程 對 因為多樣化 而且做觀光來講 你單獨一兩種的話 就客人的吸收沒有那麼多 沒錯 不過很喜歡說的 因為美肚子會把關這個 所有的品質 所以連育苗的技術 你會去複製 那像這樣子草莓的育苗 跟我 因為我印象懂得育苗的方式 就會可能去買 就比較育苗了啦 就是去買融的 種種啊 還是從去量的開始 就是我們在種植給草莓開始 現在是十二月份的時候 我們一月份的時候 我們走去游去 支部去量的出來 就是我們講的走進 那個就是客家他們講量的出來的時候 就是他會有 就他會有開始疼慢 那我們就開始接 那這是第一批 選做那個他的母豬這樣子 然後母豬出來之後呢 我們才開始做疫苗這一塊 那母豬的選購就 你再來選這些健康的這個 母豬出來的時候就很重要 那怎麼去選 在我們的架上在種植的時候 我們就會挑選他 最長勢最旺 就是他的植株在長的時候 他的果 萊果量最好 而且他長得最 就是最漂亮 看起來就很健康 而且可能旁邊的植株 可能就會有一些問題 他還是很旺 那這個就是我們留母豬的重點 就是有點像是 基因篩選人 留下来 清健康的 清蒸的 都去留下来 然後是用無性繁殖的狀態 對 因為嫁給無性繁殖 就是比較穩定 因為如果你是有性繁殖 用種植株的話 他很容易有變異 那他變異的時候 他就可能會回到 嫁八 或是嫁 因為他的基因有太多代了 對 所以會走回去原來的 那我們一般農民的話 因為他不是做研究方面 所以我們都還是用 就是走慢這塊的話 是最穩定的 免得那樣 古宋 你看 要中次婆婆的 有暗度在本門裡面 先休息一下 電話在各種節目當中 欢迎大家 又转到福气来 我们在做一群阿Q妹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和大家来分享 我本人有幸福的感觉 有一个宿舍的 刚才有说到 佩玉姐 要到当幼神有新的方法 去把那群羊的育苗 当中的老亲吻听的 拼着这个作妙 然后去留下来 再去基礎种下来 除了因为 因为当宿舍有 当中有种某种的方法 有当人做到体内 有当人要去咬育 请贡猬的那种 贡猬的那种 贡猬的那种品质的 品质那个意思 就是它上面 就像一个品质的意思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草莓架的方式 对 这些用暗用的 否则那种也会黏黏 对 第一个是因为我们那边 目前来讲就是老龄化了 那它来讲的话 你如果一直都是 蹲在下面柴果 或是什么的话 膝盖容易受伤 而且容易以后 就是会有一些止眼病 那现在我们来讲说 上面来讲也是比较干净 有咬育来的 对咬育来的比较干净 而且比较好采收 采收也快 第二个就是你可以这样 减少人力以外 而且做事的人也不会 不那么辛苦 就是主要是这样子 你的伤害也可以减低 对 然后也可以少很多的病虫害 因为你高架起来的话 也可以预防这样子 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在种植 跟它会遇到九 如果九月或十月份 我们比较早种的农民 可以预防到说 台风如果来的话 它泡在水的问题 不会有水 对对 它一样可以 如期的种植 所以它就可以少很多的 一些灾害这样子 所以虽然要处理 事前的处理 要稍微多攻一点点 对 像我们做饼子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 开始种植定植之前 草要先翻过 那翻过里面 因为会有一些虫害 那我们最多发现 最多的就是那些鸡母虫 那些甲壳类的东西 那生态蛮好的耶 对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 种无毒怪的这一块 那这一块的话 就是会有很多虫类的东西 都会在你的 你的那个草里面 那这些草 你不清干净的话 它会影响到你的植株 你种植下去的时候 它会吃你植株的根 那你的植株可能就会 称获率就会下下降 以前虫的会流去 沾起来 会流去沾起来 对对对 那如果你不是用的话 因为你如果不是用 那种无毒方式的话 你没有去这样 把它弄出来的话 那你可能也可以用 另外一个方式 就用热水烫 对 可是那个方式的话 就层门比较高 对 但是是对农民的话 比较快 那一般的农民的话 可能就是用这种方式的话 会对我们的植株也 比较好一点这样子 这个农头构置 全部就会落农头皮料 好 那像赤婆的辣植株 用的中藏后 辣植株 就是我们讲的基肥 基础肥料的基肥这样子 它的基肥 我们一般是用有机肥 那有机肥以外 就是可能你要大量的一些有机肥 因为它辣植草莓 有一个特性就是 它需要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 那我们会用一些植物的内脏肥 或者是植物 就是动物的内脏肥的一些肥料以外 还放一些植物的破类的 什么黄豆破的 或者是那一些皮马油 都是有人在用这样子 那我的高架上面 我是我们会放一些植物 跟动物的有机肥料下去 先打做基肥 然后再种植这样子 再够分析撒 对 然后再 然后再随着你的植株的成长方式的话 我们再去添加一些有机肥料 易肥 像现在 像其实我们国内的这一些有机易肥 它们发展已经都很好 那你就可以放那些有机的物质这样下去 做管理以外 那因为我们是属于 就是 无毒栽培这一块的话 居然认为在中的时间 那完全没有不用拥药 后面后期就是没有在用拥药 我们从定值开始 基本上就是不喷药的方式 所以应该 其实这个有点颠覆 泰杆一般对吃婆婆的一个相反 所以这个如果像我的种植时间 会比别人都晚 因为我要避开所有的那个病虫害时间 那病虫害时间就是热的地方 所以九月份我们胎腐懂东西 就会开始中止婆婆的 那我要避开这个时候 我就晚一点种 那我可以少喷一点 像他们讲的一些药这样子 那我就后期我们就用一些油类的 像我们会有机制裁里面有东东西 苦练油类的 那用那些下去做一些防虫 对防虫防虫 然后我的家上面会有一些像那个 我们讲菲洛蒙 对它是驱虫作用 那现在改给 像现在我们的农业单位 改良厂里面都有很多研发一些有机制裁 效果都很好 对其实这个可以建议说 想要回来跟做的年轻人做一些适用 因为你就可以不用说 我的东西都是喷药的 对那对于就是消费者来讲也是安全 其实药它大概就是想要 青年过去边亚 丝白用冠行农药的这个习惯 应该说它可以提供很多方便 但是在天天的没有对 不管是消费者还是农民自己 其实刚才有一天的送药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会很想要 尽量把这个农药量能够减到最低 就减到最低 现在我们大府基本上 也都一直有在做这个推广这样子 那我们本身也是一个推广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本身是 就是会有很多农民会来询问这样子 你怎么去栽种这块 为什么你栽种出来可以种到这么大 你要不相信说为什么 然后检查出来又是没有农药 他会觉得不相信 那我就觉得说 你要用对的时间去做对的房子 对来讲就会很 就会可以种出没有农药的草 对 这真的有点跟我们 条白相对的 也很重要 不过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从大家来的分享 中吃饱饿的 可以组成全联营的 对小伙子要清楚要跟你说 就是我们用的 中吃饱饿当中的中央清晨的 对 因为一般来讲 你如果自己去采塞的话 就是比较没有这些问题 就采红的这样就可以 就可以采塞塞 那些是从敌渡 我会埋传下去 古早期不去共生农民 然后就会来同台交来 分享一下 就是你可能在挑的时候 你就要不要挑有碰伤的 碰伤 有吗 那个这个佩玉姐很大方 很TPA 待会有碰伤的 那个可能就是我们在采塞的时候 像这个 对对对 像草莓跟草莓之间的碰撞 会有这些问题 那有一些是我们采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一些插撞 那这些其实它是不影响我们使用 只是说可能我们在挑选的时候 它你挑选的时间如果过久的话 它就会有发霉的问题 这个像这一种也是很常看到 那个是水伤 水伤 对就是可能 肉依 肉依过后就会有这些问题 那它可能你拿回去 它如果 你在市面上如果没有注意的话 你就会 它的存放时间就会下降 那容易发霉这样子 会容易发霉 那如果最好的呢 像这个就是佩玉姐觉得 对就是你的表面都没有这些伤害 没有什么伤害 没有什么受伤 对对对 然后地头 地头也是像绿绿的这样子的 暗用很糟糕 对如果你在市面上 如果看到整个地头是整个都是 呈现咖啡色 那时候就已经 冬冬就很久了 还有就是整颗草莓 可能是整个就这样缩起来这样子 可能就时间就已经过久了 那闻味道呢 闻味道可以判断吗 可以 你就可以闻它比较香气 果香会有一定的发生出来 不会一种这样子 好像放很久的那种味道这样子 那主要是它的果香 会出来这样子都OK的 故事后 是要平面咬到水伤啊 碰伤啊 其实就很难够 拼着一后鸡的吃婆的 对 不过要吃婆的 待会跟他一会 我用得下来洗 因为当中人说 吃婆的你看皮啊 有暗胖啊 滤油糟不得滤啊 那这面不漂亮的用的 其实很简单 就用清水在水龙头下面 我们就这样冲洗一下 流动的清水就可以了 你如果很多的话 你就放在那里 像我们这样给它流动 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不需要添加 那个什么研发啦 那些 我是觉得不需要 因为它上面会有一层灰尘 我们只是要把灰尘去掉 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它就已经是 达到清洗的状态 鼓手阵影就会流动的水 冲冲啊 冲冲啊 就做地 那说像吃婆的暗 这么脆弱的东西 我们要用的 要用的就会補水 我们一般来讲 两个要用冰箱的话 你正常来讲 你不要把那个 那个地头去掉 我们要吃多少 我们再去多少就好 那你要吃的话 其实冲一冲这样吃 地头不是榜天 不是榜天 这样吃得很糟糕 除非你要做果酱 或者加工 我们才要去这样子 那一般来讲 要用庄头 清好买的庄头 那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在市面上 可能没有像这样 一个洞一个洞的话 那你可能就直接放了之后 你要吃多少拿多少 那正常讲 如果你要做比较久的 就是你可能要做加工类的话 你可以把它洗干净之后 地头也不要去 然后直接就冰冰箱 它其实就等于我们像 急速冷冻 那你也可以说 可能我过完这个夏天之后 就是急速冷冻的草莓 你像你等过完这个冬天 你想再拿出来 四五月份或六七月份 你一样可以拿出来做加工 或是我打成冰沙 都可以 反而你不用放冰块 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 或是把它拿出来 再煮成果酱 这都OK的 当时你洗的时候 再把地头稍微弄掉 就很败了 就很幸福给果酱 其实金文艺佩玉姐妹 有带来去 企业做给果酱 对 还有谈谈 果酱油某Q用的味道 可以试看看 对 很有色彩 颜色很鲜红耶 对 那个是煮的方式 哇 好香喔 这是风香做的吗 没有 不是风香才这么香 我们就是有很多品种 就把它放在一起 那这个配比是 因为我撕了一两年之后 我是觉得是最棒 所以你自己有试过 不同的品种 然后调配一个最好的比例 把它放进来 还有那个糖汁 那我们在制作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你就是要把草莓洗干净 为什么特别强掉 因为很多是用比较不好的草莓 就是可能有一些 像我们有一些 受伤的 对 我们可能有一点微受伤的 我们不要去拿那些发霉 或是我们过小的 我们把它煮成 其实都可以让 你草莓这样煮起来 就会特别的香 为什么你们家草莓这样真的有 跟我在外面吃到的味道不太一样 因为里面我们又用颜色以外 我们是用柠檬汁去定色 柠檬汁可以定色 所以我们在定色的时候 你在煮的时候你都不能 像我都不能离开 因为你一离开 那个颜色如果跑掉 想要的颜色你就定不住 那它可以增加风气以外 我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一个 加一些特殊的让它 你会觉得香气根 是可以讲的特殊的 还是不可以讲的特殊的 是什么特殊的 我吃不出来其实 它里面放了一点苹果 苹果泥 它是天然的 像我们是不添加一般的 一般的果胶 在市面上它放果胶 或者是洋菜粉 那我是用苹果泥 去让它增加它的稠度 因为苹果它本身就有天然的果胶 不用多加果酱底度 就做得增加它的浓稠度 稠稠 所以就会黏黏的 对 菇首很快乐 连果酱就做得 不用其木香的巧思都底度 菇首和姚姚也在菇斯 还是休息一下电话再跟众来说 好 欢迎订阅 又转到复兴来的 和那个组一群阿琴摸的 今天节目当中 同大家来分享吃饱的 刚才阿琴摸有吃到 吃饱的 韩国没有吃到 吃饱的鸡的果汁 真的很好吃 好好吃喔 所以我觉得其实中东西 胎感应可能多多少少都会中 但是中都好 其实没按过的 中都做鸡 没按过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果酱 我真的是吃到有点停不下来 很好吃耶 那个味道很特别 也是经过一百油一百 要用吃饱的果汁 这样浅度它的最完美的比例 这个比例其实也可以交给大家 真的吗 那要不要讲一下 可以啊 那个都没问题 因为这个也是没有什么秘密 因为果酱 你买完去草莓 你如果有多草莓 其实你这样煮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像在煮的时候 像我草莓酱我是用一台筋 一台筋 就大概六百颗的草莓 那你草莓的时候你就大概 就乘以大概 我们一台筋的话 大概就放大概四百 我是用冰糖 那我们现在有很多 我还用冰糖吗 我是用冰糖 因为冰糖我是觉得它的风味是最好的 因为我试过用砂糖 然后其他的这样子 那我是觉得冰糖它的风味会更特别 而且它糖度不会像一般我们 那么甜 对 这样子 你就这样然后弄干净之后去切 然后一直煮 然后我们在煮的过程当中说 你就是那个火不要太大 我们先大火 但是你也要到一定的溶点 不然它的话 你的水分没有消毒的话 你煮过去 如果你放在那个罐子里面 它容易发霉 所以这个是有过程的 对 那我们完之后 你要让它真空 像我们是用热真空的方式 让就是你可以保存 热真空就是 小小的时间流去 盖净 对 然后倒过来 它就会真空 它就会真空 那它保存时间 它虽然没有放任何的那些天颊防腐剂 它也可以放半年 不开封的状态 对 那你开放放冰箱 事实上还可以放个两个月 对 只要不要碰到水 对 因为它很甜度也是蛮高的 主要是你的水分 如果你煮的时候 你水分整个都要煮干净的话 其实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哇 你看暗游就做得来 让它给它分享这个草莓酱的秘诀 真的很好吃 但是像暗游 我觉得我很佩服佩玉姐 就是就像一口的事你讲的 就给你 第一 过孔的祖先的十九年 他那种都没有你 就会是来 祖孔 祖孔世 其实一般你 不像都说 我去了其他地方 去工作这么久 应该看 我像在祖孔陀佛卡 来祖孔世 因为这是很大的挑战 对啊 对 因为你在过程当中 像我第一年 我刚开始做的时候 挑战极大 因为遇过寒海 对 然后遇过暖冬 像前年 今年都是暖冬 还有台风 在育苗的过程当中 其实问题最大 因为你要好的 种植好的草莓 你的苗是最重要的 你的苗如果在中间 有出过任何一个状况 你可能就没有苗种 那所以我 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 像我有一年 我第一年回来就遇到台风 那我那个台风是17级 那我整个苗栗以前 没有遇过那么大的台风 很少 苗栗很少 苗栗如果遇到那么大的台风的时候 那年我记得 台风是蛮严重的 那我们那边是17级 我的家上的草莓 整个都倒了 那我只能重新栽 所以那第一年的时候 我就已经赔蛮多的 但是我先生就鼓励我们说 既然你要把它做就做到最好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慢慢这样走过来 这样子多久了 其实我务农时间算不长 我才五年 才五年 对 但是我在前三年的时候 该遇过的都遇过了 那老师就跟我说 像我的一个福老师他就跟我说 哇塞你真的是从头到尾都遇过我们 没有过的 所以我就从头又学习更多 那再加上我们老师都会跟我们讲说 你不断就是要去做记录 所以我从第一天 我开始做的时候我就开始做记录 每一天的气候温度 我都会记录 甚至我出国了 我都会我都会托我朋友 大概几度跟我讲一下 我有印象我就会马上记下来这样 所以我都有一本 从我第一年到现在 我已经记了五年的 就是所有的 我每天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还有气候 所以我像我现在 如果在育苗过程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会去翻一下我以前的记录 我是不是在中间有一些 是不一样的 或者是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再去改变 怎么办 我突然觉得记录很感动 我觉得每一天 每一天记录是这样 是蛮辛苦 但是我觉得是过程 但是让你可以回想 你以前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如果遇到更麻烦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其实那一年遇到的事情 可能比今年还要更不好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做改变 那这个是给一些年轻人一些观念说 你不管你是做什么事情 你自己要坚持住 那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未来 其实慕容没有什么 就是说你可能要很多的一些知识 那你也不要放弃 这是给年轻人一些很好的一个 所以你当初这样子回来 你自己没有任何挣扎吗 有 其实挣扎最重要是家人 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工作 我可能收入也很不错 跟我先生两个收入都不错 对 那为什么还要挑进来这么辛苦 甚至你还要投资更多的钱 那我先生是跟我说 我们就当做一个 因为我们以前在工厂这样子 就当做一个投资这样子 那当然都会有赔 也会有赚 但是赚到的是你的成就 因为你从不会到会 那可以让我的小孩子 我回来最大原因是因为小孩子 那我的小儿子会从上面就看到 爸爸妈妈那么辛苦 那原来可以要从不会到会 要做很多事情 像我们天天先生都在看书 那一些基础费用 就是你不断就要去问一些专业的人 像我们改良厂 结果就专业 那你要肯去问 或者去问一些 当下我们一些前辈 我们大湖地区种草莓的很多 甚至像我都会去问 不一样的一些作物的专家 那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 是不一样的 那有一些很专业的一些像知识 好像我们要放一些肥料 我一开始什么叫做蛋铃脚 我也不懂 真的是完全没有碰过这个领域 我跟我先生两个是零 因为我们从事跟这个 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你要从中面去把它学 从不会到会 真的蛮辛苦的 因为其实农业真的就是 你真的要上枝 我们讲的要上枝 就是你对气候 土壤 一些所有的变化 你必须要去掌握 因为它没有规则 对 那你要怎么样子 去抓这一块的话 完全是凭你的观察力 那我是觉得很多年轻人的观察力 因为它并没有到那么多 它有可能觉得 我第一年做事吧 我就不想做 那这样你就没有办法延续 那我给我的小孩子看到 是爸爸妈也都一直延续 我可以从不会到会 那当然在小孩子的过程当中 他就会觉得挫折 其实我们也面临到很多挫折 所以小孩子也可以 从这个挫折当中 看到你的成长这样子 所以现在像大湖好了 你在这边种草莓种五年了 你吃到港中给你 你给你年轻 有没有比较年轻的开始渐渐回来 在我们大湖地区 目前来讲的话是有 就是当然 但是因为大湖地区会进来的 很多是外地的 因为本身自己 那边的年轻人本身 他们自己已经在家里 就会帮忙 那他可能会不想做 因为他觉得父母亲那么辛苦 但是我们会去改变 像我一些我们刚进来的时候 我们碰到一些 他可能在电子业上办 那可能他公司 可能有一些问题 他没办法做 那他回来之后 他看到我们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 你只要肯做 好 那你不懂就问 就是这样子 那我也是这样问出来的 那你不懂你可以来问我 我们都可以这样 因为我觉得农业 你如果太自私的话 你永远没办法去传承下一代 故随我去这桌子 那他十一年章中五年的时间 已经算是到达一个不错的成绩 然后也很多人会来请教你 关于种植的部分 对 就是 我是觉得这个就是说 大家互相研究 因为农业没有绝对的 你要不断的去进步 对 所以佩玉刚刚也 分动到那三年他就建议 但是全都要吃破的蛋糕 其实太阳瘾肥 亲中医做的事情就是去采购 对啊 采购了 那佩玉姐你们的田园 也可以分泰咖下去 有 我们是采预约制 因为我们 我们有在做一些 网路上面的栽培 因为我们的果园 虽然不是在路边 所以可能知道人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我们是采 就是栽培这一块 或者是我自己有通路在跑这样子 故随做的 当时就可以去采购做的 就是现在就可以 但是你就可以 也一直到四月份 到四月份都可以 对 就三月底之前这样子 对 那可以采到的 草莓的品种有哪些 蛮多的 也不是 就是我的主要 主要是以风香 风香 香水 然后水蜜桃 水蜜桃 有没有带来 但是这是后面一点的 对 因为它的产季 它是气候越冷的话 它才容易长得漂亮 不然它 我之前有先试种一些 对 那因为它之前的话 它的果息会跑掉 它就我们一讲 我们一讲就没有商业价值 所以我都是把它往后重一点 那到二月份的 其实上它就已经就出来了 哇 主持人 想到那些采购的 发生的报名要怎么预约呢 打电话就可以了 打电话就可以了 是不是 或者是你可以上我们的FB 我们贴的国有多FB OK 了解 主持人 其实 最近我们的富翁的动作故事 亲民 想请佩玉姐跟大家讲一下 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目标就是希望把品质做好 那我们也不想输给日本 所以我们就是要做到 没有农药 然后你的品质可以跟国外皮 这样子 让我们国内的人 可以吃到很好的一个品质 这样子 中山 真的 谢谢佩玉姐 今天你来到节目当中 让太阳来分享 以来到中资宝的这些心底 还有分享太阳的产品 谢谢 对 没什么 天使记得有钱观众朋友 在收看休息 下来走运通喔